一萬件以上的東西在上面流通 就神奇的是 這些東西超過一半是全新的 大逆不到的行為 最高價來說 我們汽車是送出過六台 然後摩托車也就超過六台 那鋼琴的話 平均每個月送出兩台 就是很省錢 真的 對 I would share how 這款吧 幾人混用 兩人好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Q10節 我是芳如 根據統計 每個人一生當中 平均會擁有一萬件物品 不過真正有在使用的 卻只有兩千多件 那這些用不到的東西 您都會如何處理呢 今天的節目非常榮幸 邀請到第59屆的十大傑出青年 同時也是GC贈務網的創辦人 馬鈺如 來到現場跟大家分享 讓我們歡迎鈺如 大家好 方如妳好 妳好 我是馬鈺如 那鈺如創辦了這個GC贈務網 GC指的就是GIFT CIRCLE 是全台灣最大的物資共享公益平台 想要請鈺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平台是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主要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呢 好 這個平台其實就像剛剛方如講的 這輩子一萬件東西 你只會用到兩千件 那其他的八千件 你就可以分享 那有時候我們問了自己家的 可能兄弟姐妹啊 親朋好友 發現問的時候有點尷尬 然後想拿的有點尷尬 其實未必能夠從親友圈 很快的送出去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 GC贈務網的平台看看 就分享給台灣所有合用的民眾 或是合用的公益組織 這樣子物資分享會很快速 所以其實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 免費的APP工具 去讓大家分享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要使用跟操作 都非常的方便 註冊上會非常的困難嗎 註冊很快 大概30秒你就可以開始分享東西 那同時也可以看看 現在大家在分享什麼 其實都是免費的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分享 也很容易的索取或證 沒錯 因為我自己其實就有實際上操作過 因為註冊真的非常簡單 而且我就大概瀏覽了一下 因為是網站可以使用 然後也有APP可以操作 對 然後大概瀏覽了一下 發現上面真的是 但是各種東西都有耶 那想請問玉如有沒有在上面看過 什麼樣最特別的 最奇特的東西 哦好啊 以最高價來說 我們汽車是送出過6台 然後摩托車也真的超過6台 那鋼琴的話 平均每個月送出2台 所以總共也送出400多台 是指直立式的鋼琴 那種電子琴啊電鋼琴都還不算 那光高價就這些 每天當然各種 從食衣住行啊 什麼電腦用品啊 甚至手機 都真的是很多耶 一天平均有大概 9千件1萬件以上的東西 在上面流通 就神奇的是 這些東西超過一半是全新的 哇 真的是讓人意想不到耶 就是居然會連這麼高價的東西 我們真的沒有想過 居然會願意免費送給一個不認識的人 對對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GC贈物網還有一個很特別 跟大家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發現它上面有一個感謝牆 就是有一個感謝回饋的機制 讓獲得這個贈物的人 可以發表他的感謝 表達他的感謝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設這樣的機制呢 這個其實從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有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身為贈送者 也是會索取東西 那索取東西的時候 如果把可能後續你在使用這樣的東西啊 或是就很謝謝收到這個東西 很感恩別人願意免費送你的這些文字啊 或是照片 甚至影音 然後把它放在平台上 其實不管是送你的人或是大家 其實都可以看見 那我覺得這可以營造一個很溫馨的氛圍嘛 那我自己是贈送者的話 我也希望不管收到的是公益組織 還是一個個人 也可以告訴我說東西收到啦 那如果他能告訴我說 哇這個東西他如何 就是因為我不使用了才會分享嘛 然後他如何運用的更好 其實也可以讓這個GIFT CIRCLE 就是大家更願意去分享 所以這個感謝留言 其實平台上面有很大一個區塊可以看見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在這邊看 看看大家就是在分享些什麼樣的感言這樣 沒錯可以讓這個GIFT CIRCLE 就是物品的循環 進而轉換成GIFT CIRCLE 一個善的循環 那我們在GIFT CIRCLE的證物網上面呢 可以看到其實他除了是我們個人做使用之外 也會跟很多的社服平台啊 一些公益團體 甚至是企業來進行合作 那大概有像哪一些的單位呢 目前全台灣在平台上面註冊登錄 那我們還要審核 就是確定他有在實際上運作的公益組織 跟偏鄉學校 現在有647件 就是家裡各種你覺得用不到的東西 不管是大人的 長輩的 老人的 或是小朋友的 其實這麼多的組織 他都有可能有合用 並且接手你的物品 再繼續沿用的機會 那像這些組織其實 超過八成都是微型社服 就微小的微 其實他們的人力可能還不足六個人 那這樣很難說再特別去行銷啊 或是打廣告 說比方他缺二手銅裝啊 二手書等等 但是在平台上因為免費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曝光這些資訊 就是他需求的資訊 我們收到的這些公益團體的反饋是 常常白天刊登 中午就已經募集而滿 所以在募集物資這方面 就是我們平台幫了他非常多的忙 就平均讓他能夠快79個小時 在募集這樣的物資 有時候可能只是做一些 教室佈置要用的那種廢光碟 其實他可能就算去他的FB刊登 可能也沒有手機可能看見 會捐贈 但是在平台上面很多各式各樣的人在看 在瀏覽 其實任何人都有能力去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一定要捐十萬一百萬 才是做公益 所以我們平台讓這些小型的公益單位 有曝光他們需求的機會 那也很謝謝很多企業夥伴 像大聯大、國泰、富邦、巨洋實業 都是我們長期合作好夥伴 因為企業他們員工多 然後企業一旦曝光一個消息 其實員工家裡就可以想一想 像剛剛一個一萬件物資八千件沒有用到 就可以想說是不是這些有在讓他活用的機會 所以我們是靠這些大家一個人一份力量的響應 所以才能把這個gift circle做起來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有這個契機 想要創辦這個平台 是跟貓有關係對不對 對 十多年前就是在網路上面 養了兩隻就是等於說別人氣養的貓咪 然後那時候不太會養貓 所以也不清楚說要該怎麼養 想說是不是就買一個貓籠 就把它裝起來這樣 那現在才知道這是對貓皇大逆不道的行為 那個貓是要自由自在地走 那當時不知道 然後就想說去買個貓籠好了 就應援機會在網路上面 看到有人正在送貓籠 那我想哇這個很巧啊 就是去看看好了 發現是一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女生 我到了他家 那他非常開心衝過來握著我的手 說他謝謝你索取我的貓籠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我跟他拿一個免費的東西 就應該我感謝他怎麼反而 他感謝我 他就說我幫他處理了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貓籠本來他是拿來養兔子 就兔子三天不到就過世了 然後他媽媽就一直罵他說 叫他把這個貓籠丟掉 可是他就覺得這麼新的東西 就很想要送出去 但是剛好親朋好友沒有同時需要這個貓籠 他就無奈之下就PO上網路 就剛好我看見 然後我又拿去再使用 所以他很謝謝我 那後來我就去寵物用品店看到這個籠子 一模一樣的籠子竟然要七千兩百塊 所以我就想哇那同時多少人可能因為搬家 或是在端舍離的時候丟掉的東西 其實別人還正要掏錢去買 明明好端端的東西要被分化被掩埋 那另外我還要再去買一個東西 工廠又重複生產 一個人省了錢那也做了環保 所以我就想說那這樣的事情 如果家家戶戶都能夠體驗會很好 所以當時就成立這樣的平台 真的是一個人分享 然後成就兩個人的快樂 對啊對啊 那當初就決定想要創業 想要成立這個平台 不是說一邊做著原本的工作 然後可能一邊經營平台之類的 反而是想要把重心全部 就是移到這個上面呢 這個創業過就知道 創業太辛苦了 實在沒有辦法分身乏術 那我覺得如果分心說 有一個正職的工作一邊創業 其實這當然對經濟來說是比較穩定 但是通常這樣的創業 就比較難去真的成功 或是你從中體驗的更深 所以跟我的夥伴們 就毅然決定說 那就因為我們都工作過 就先吃之前的存款 然後就投入這樣的物質平台的創業中 那如果能夠邊做好事邊賺錢 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況 也不是說之前工作的這是不好的事啊 就是因為人生苦短嘛 所以你當然會希望說 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做有意義的事 然後同時也可以 就是讓父母可以放心啊 然後也讓同事有好的工資 有好的薪水這樣 所以這是要特別投入努力的過程 然後我現在也是不後悔啦 我覺得對是蠻有趣的 在政網上面交流也可以認識好朋友 我們有很多政網的好朋友們 他們就是分享自己的衣服啊 或是首飾 就已經有一群固定交流的 因為發現自己的喜好一樣 然後這個身材也差不多 反而像我們同事 他就會直接先放到平台上 而不問我們其他同事 覺得我們跟他Style不合 所以其實很多就是好朋友 不一定說一定要在生活周邊 其實在平台上 在這樣的一個分享平台上面 更容易認識自同道合的好朋友 就是大家可以多接觸 就是有很多免費的管道 可以認識好朋友 所以他們真的就不知不覺 就在這個平台上面 有啊好幾個還約出去喝下午茶這樣 這麼酷 對還有一群人這樣 就是都很樂於分享 也會彼此互相索取 然後他們都發現一件最重要的改變 就是很省錢 真的 對有時候你的耳環 就戴一戴就不想戴 或是你覺得衣服會發胖的穿不下 其實這樣分享出去 人家千恩萬謝 你丟到垃圾桶還沒有聲音 你看那個台灣的環保署 要多幫你燒一件衣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的交流都是很好的 到了節目最後的尾聲 想請問玉如有沒有什麼樣的資訊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或是請大家多多的推廣一下 我們的GC證物網 大家在這個環保貢獻上 台灣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APP平台 搜尋證物網或是GC證物網 免費工具可以下載 給我們一些指教 然後同時也希望大家在上面挖寶 可能可以拿到V7機車對你來說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東西 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物資 好 謝謝 所以真的是在我們打掃家裡的時候啊 如果發現有一些用不到的物品 可以看到我們的話